巴德区广兴里临近的圆42B皮塘 占地有2.3公顷 地方希望能够活化成为皮塘公园 也征设市民活动中心 去年市长也亲自视察 定调要做黄湖步道和农村故事馆 在公务局的工作报告当中 地方的明代就提出了质询 工程什么时候可以开工 公务局长则是回应 目前还要再等待新办计划来处理用地问题 整个工程才能够具体的动起来 桃园被称为千堂之乡 独特的地景要怎么和结合在地的期望 使用活化 一直都是一个努力的方向 在巴德的圆42B皮塘 地方明代和里长都争取 希望能够活化 市长也在去年亲自视察了 定调要做黄湖步道和农村故事馆 只是这个要做是什么时候开始要做呢 局长 因为目前我们的那个42B 那个池塘现在目前的进度是怎么样呢 之前市长有定调 就是说可能我们有几个部分要做 有一个部分要做类似米食馆的部分 那这部分就是牵涉那个皮塘 那是农村教育馆吧 米食馆已经延到那个了 农村教育馆要做新办事业计划 我请警官客来做一个整理 那另外有关那个环池的部分 市长也讲说其实有一部分要做 内面工的一些整理 所以水利会要做 那所以同步都在进行当中 米代表在公务局的工作报告当中提出质询 希望工程能够加速的进行 替地方市民找日争取到油气的好场域 而公务局长则是表示 目前环湖步道有水利会在执行内面工的处理 另外一方面的用地问题 也在新办事业计划努力当中 等着一些通盘整合之后才会接着施工 因为在108年的时候 9月26号的时候 我们就已经规划固定了嘛 对我们现在要做这个步道 跟一座的讨论过要做这个步道 现在变成说市长觉得说 这件事情整体来看的话 这件事情要做 所以新办事业计划是从不来做 他做完以后要整个请新工处拜办 大家一起来做这个工程的新建 市长我是希望这个能够尽快好不好 那我们团队 那个整个一个旗程稍微督促一下 桃园特有的皮膛地景 要怎么在保留特色当中活化 要怎么和地方的需求和期望结合 什么时候可以开工完工 地方的市民还在引切期盼 桃园新闻 陈延任议会采访报道